不过一月还没有过完 全台的流感病例就已经破百了 比起去年多了将近有四倍 而机关署也协调各医院 首次开设类流感假日特别门诊 好疏解假日流感的急诊人潮 这个门诊往年是在春节期间才会开设 今年提早实施 从今天开始到2月9号 而截至前一天为止 全台流感并发症的累积病例 已经有138例了 小的一岁大的到70岁以上都有人感染 而上周有四名成人 因为肺炎合并呼吸衰竭 不幸死亡